虚实篇 孙子曰 凡先处占地而待敌者义 后处占地而屈占者劳 故善占者治人而不治于人 能使敌人自治者立之也 能使敌人不得治者害之也 故敌意能劳之 宝能积之 安能动之 出其所必屈 屈其所不义 行千里而不劳者 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 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顾者 守其所不攻也 故善攻者 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 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 至于无生 故能为敌之私命 敌而不可遇者 充其虚也 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及也 故我欲战 敌虽高垒深沟 不得不与我战者 攻其所必就也 我不欲战 化地而守之 敌不得与我战者 谬其所知也 故行人 故行人而我无形 敌所费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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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无所欲战者 寡矣 故费前 则后寡 背后 则前寡 背左则右寡 背右则左寡 无所不费 则无所不寡 寡者 费人 则也 重者 使人 费疾 则也 故知战之地 知战之日 则可千里而会战 不知战地 不知战日 则左不能救右 右不能救左 前不能救后 后不能救前 而况 远者数十里 近者数里乎 以无夺之 月人之兵 兵虽多 亦昔益于圣哉 故曰 圣可为也 敌虽重 可是无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 坐之而知动静之礼 行之而知死生之地 决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故行兵之急 至于无行 无行则身见不能亏 智者不能谋 因行而错胜于众 众不能知 人皆知我 所以胜之行 而莫知无 所以智胜之行 故其战胜不复 而应行于无穷 服兵行向水 水之行 必高而屈下 兵之行 必实而积虚 水因地而滞留 兵因敌而滞胜 故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为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 四时无常位 日有短长 月有死生 温定 未经许